电眼瞎看陪你砍大山 欢迎来到瞎尖看 我是老二 好久没有和大家分享恐怖故事了 不知道小伙伴们有没有期待呢 今天的故事在老二看来 其实鬼怪并不一定有多可怕 相较于我们自己的同类人 可能更可怕的还是人本身吧 好了 咱们闲话少说 一起来听听今天的故事 故事的主角名为老钱 是登基在侧的道教成员 某天上午老钱正在道观里 忙着给香客解签 抽屉里的手机突然响了 他当时太忙也就没顾得上看 直接伸进去手按了个静音 等老钱忙完的时候已经是中午了 他突然想起来这事 就拿出手机准备给人家回过去 电话是老家一个长辈打来的 这个长辈属于那种没正事 不会打搅别人的性格 想到这里 老钱连忙回了过去 其实这个长辈倒也懂些普通术法 家里还供奉着保家先 八年前老钱在老家庙上的时候 长辈就是庙里的保管 电话接通后 长辈语气很焦急 说务必要老钱亲自回去一趟 老钱就好奇 这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啊 原来倒不是长辈家里的事 而是他的一位好朋友 这家人呢 老钱也认识 是他父亲的故交 家里的闺女文贵身上出了点状况 已经有两三天的 找的人也不少 但都拿捏不了 听到这话 老钱明白事情可能不简单 他也没推辞 回话等倒灌这里忙完 就立刻赶过去 等老钱到这位长辈家的时候 已经是下午四点钟左右了 他坐在沙发上询问 这事情到底是什么情况呢 长辈急忙讲述了起来 朋友家这闺女啊 二十七了 活家是城里的 前三四天的傍晚 他一个人抱着孩子 去小区旁边的公园玩 谁知道回来突然就痴呆了 按土话说就是疫症了 婆家的人以为他身上不舒服 就买了些感冒药 可等第二天早上起来 他问了自己老公一句话 我明明在公园怎么到这儿了 他老公一听这话 瞬间就懵了 这就赶紧给文文的母亲打电话 他母亲一听啊也着急 怀疑这样子是不是精神出了问题 不行就赶紧去医院看看 结果没等文文的家里人反应过来 他自己抱着孩子坐上出租车 就回到了娘家 事就是这么回事 在具体的细节 长辈也不清楚了 更加怪异的是 文文家人也找他了 长辈也烧香给看了 但就是没有任何效果 老钱一听 心里也觉得这件事确实很离奇 这种事如果定义成邪证 那必然会有明显原因 不然不应该这么突然的说来就来啊 老钱一时间也没个头绪 就想着到文文家看看吧 这家人住在长辈的屋后 相距不过20米 刚走到门口老钱便看了个大概 大门没有问题 周围环境也不影响 不像是风水出了状况 可突然老钱就反应过来 这闺女啊已经出嫁了 按理来说 她不能算是这家里的人了 和娘家的风水并没有实际作用 既然如此 那就要看看文文本人了 一家人中除了当家的夫妻外 还有三个男人和两个女人 文文的父亲也就是家主 还跟老钱说 他哥哥以前跟老钱的父亲 一块做过买卖 关系呀很好的 老钱心里明白 这文文的情况应该很棘手 不然家主也不会一上来 就聊两家的渊源 老钱也不含糊 直接提议要看看侍主 他母亲指了指上房说 在北屋 老钱三步并两步 直接来到北屋 此时的文文正躺在 东头的床上睡觉 他家里的一群人 则围在老钱身边 等着他说些什么 但仔细一瞧 老钱并没有发现文文身上 有什么鬼物和邪碎 甚至连一点阴气也没有 老钱一时间也搞不清状况 就说先去别的屋吧 他大概给说下这件事 文文家人带着老钱 去到东屋坐地 老钱这才说出了心中的疑惑 这事是不是搞错了 文文明显不是虚正啊 身上什么也不带 更没有跟着什么阴邪呀 文文母亲一听 满脸的诧异 没带 这不可能吧 有好几个人都是说 招惹上了什么 但老钱斩钉截铁的回复 不可能的 如果是招惹上东西 不是文文这种状况 文文家人一听这话 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无奈之下 文文母亲就把详细情况 如实相告 那天傍晚 文文一个人抱着孩子 回到婆家后 就出现了头脑不清晰的状况 直到第二点早上 她才清醒过来 谁知文文就和丈夫说了那句摸不着头脑的话 母亲得知这个情况后 立刻就准备跟文文去医院看看精神科 结果没来得及动身 文文自己抱着孩子就回来了 母亲问她 怎么突然回来了 文文竟然说 她婆婆要害她 还偷偷给她下药 婆家说什么 她也不能待着了 没来由的话 母亲自然不会相信 她感觉是文文的精神出了问题 便应和着安抚文文 回来就回来吧 在咱家好好养养 可文文回来也不吃饭 也不喝水 就是一个人坐在板凳上发呆 旁人说啥呀 她也不吭声 当天下午 家人就开车带她去了医院 说到这里 文文的母亲已经哽咽了 她擦了擦泪继续说 到施医院后 文文却死活不进医院门 其把个人一起硬是没把她拉进去 那身子挺的啊 就像跟硬棍子似的 文文还一边哭一边喊着害怕 医生健壮便提议 要不要强制给人搞进去 母亲哪会同意啊 别本来没什么大事 这么一搞 再把女儿给真的吓坏了 就在这时候 有个打扫卫生的大姐说话了 这种情况不能在医院看了 这闺女明显是邪症 千万不要耽误了 这话瞬间让母亲恍然大悟 大家也顾无上已经交过的住院费了 急忙赶回家中 他们前前后后找了好几个人看 有本地的也有外地的 但不管是谁来 就是没效果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 文文的大伯便提到了老钱 听过事情的原委 老钱立刻沉思了起来 到底是什么情况 才会导致这种看不出来 有任何医邪之气的症状呢 想了很久 老钱回忆起之前 好像碰到过这种情况 如果没有任何医邪 那就只有一种可能了 就是这人掉魂了 对 就是魂魄掉了 想到这种可能性 老钱兴奋的跟文文家人说 千万别去听那些说招惹上什么东西的人的话 纯粹胡扯 这不是招惹上邪碎了 这是掉魂了 老钱的话说得很是坚定 已经完全给出了结论 文文母亲顿时一拍大腿说 就是这么个道理 他本家的一个侄儿也是这么说的 可问题是 侄儿做了半天法 文文的魂魄依然没有回来 一听有人尝试过招魂 老钱立刻询问 这个侄儿说文文的魂魄在哪儿没有 母亲想了想说没有 侄儿只是说魂魄叫不上来 既然如此 老钱便想着自己再尝试一遍 叫不叫的上来 先不说 至少看看什么情况 他先跑过去看了看文文 女孩还是在睡觉 气息微弱 仔细确认过后 老钱肯定是没有邪碎作乱 那么可以肯定的就是调魂了 既然如此 老钱立刻准备好需要用的东西 并向此宅的宅神写了道书文帮忙叫魂 谁知半个小时过去了 文文的魂魄还是没有回来 这样下去可不行啊 文文的魂魄根本叫不上来 老钱甚至都没感应到他的魂魄在哪 想到这里 老钱便提议把家主的侄儿叫过来 两人交流一下再做决定 听他这么说 文文家里人还不理解 觉得这样做不就是在耍威风架子吗 但老钱心里不这么想 黑猫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 拿什么架子没必要 事成了皆大欢喜 事不成 他难道要来这儿丢人吗 老钱不在意这些形式主义 赶紧让文文好起来才是正事 听到这儿 家主便让小儿子去叫他本家的侄儿 不一会儿侄儿就来了 老钱一看立马就笑了 这不是他的老伙计吗 当初老钱在村庙里主持的时候 这老伙计就在庙里值班 人家也懂些灵异术法 虽然水平不高 但是人家去世的师父 可是这方圆几十里最出名的一个阴阳先生 他遗憾的是这老伙计当时没得到真传 两人也顾不上寒暄什么了 老钱急忙开始聊正事 老伙计也能肯定 文文这事像是被拘走了魂了 但是家人们不懂 他也就没说魂魄被拘到哪了 现在老钱来了 自然也多了个能力更强的帮手 老伙计也就没在隐瞒 文文的魂魄被拘到市区的舍利塔了 长家莽先给留下了 舍利塔是这座城市的象征 好几百年的历史了 这座塔进不去人 只是个楼空建筑 一直听说塔里有东西 但是没遇到过这种掺杂着舍利塔的怪事啊 老钱立刻拿出手机查询 发现舍利塔一共有十三层 而文文的魂魄就在中间的第七层 既然找到了魂魄 那就要想办法招回来 老钱立刻问 有啥要求可以换回来这魂魄的吗 老伙计显得很无奈 这种东西他不说真话呀 一直在变 一会说啥都不要 一会又说要银钱 根本搞不清楚他到底想干什么 不过知道了魂魄在哪 老钱也有了办法 他让老伙计再问问 如果还是不行 他就冲这个地方生法 强行招回魂魄 很快家主人拿来香炉 设起神坛 正中放着一个瓷碗 六根筷子 这也是老钱第一次见对方用法 只见老伙计最终念念有词 他把六根筷子在桌子上 磕了磕往碗里一囤 撒手后六根筷子 直愣愣的立在了碗里 他回过头说 就在塔的中间层 这可错不了 老钱一听 立刻准备施法要人 他拿出自己法器 立刻开始行动 可片刻后 老钱却发现了一件怪事 文文的魂魄压根啊 就没在这舍利塔中 老伙计直说 不可能啊 他一直看的就是在塔里 这时候文文的父亲也说话了 确实不应该 文文婆家这个公园 距离舍利塔 起码得有三公里 怎么会居到那呢 正在这时 碗里竖着的六根筷子 啪啦散了一地 老伙计叹了一声气 失落的说道 神灵走了 众人瞬间变得一筹莫展 老钱的长辈 拉着他的胳膊出了门 文文家人碍于面子 没有着急 可长辈坐在椅旁 脸上已经挂不住了 他也能看出来 老钱到现在都没怎么发力呢 总不能一直耍笑人家 让人家下不来台呀 老钱其实想看看 这老伙计有多的能力 毕竟认识了那么久 还真没见过他做法呢 回到屋里后 老钱就让老伙计再试试 赶紧把人家魂换回来 哪怕好一阵 也是咱努力了 老伙计无奈 只能说自己尽力而为 说着他从香炉里 拔出那三炷香 高举起胳膊 以香为比 在空中笔画 这算是空中画幅吧 他一边吹气一边画 结果用力过度 掐着的香断了 碎了一地 老钱想笑又不好意思笑 毕竟这么多人在看着呢 换了三炷香 老伙计又开始空中画幅 老钱不知道他画幅 为什么还大喘气 一边吸气一边吐 很有节奏和韵律 不超过十来秒钟 他左手剑指 右手拿香 静止来到文文面前 老伙计用香在印堂处点了几下 然后拍了拍文文的后脑勺 随即站起身笑着说 好了 如果这次他魂魄不回来 我就直接卷扑个卷走人 你们谁也别拦着 主家人一听这话 立刻松了口气回道 都尽力就行 好了 该多少钱就多少钱 自己家的侄儿也不例外 过了大约有五分钟 众人还在屋子里聊着天 文文自己站起来 走到屋子门口 喊起了自己的妈妈 他妈妈一看 闺女脸色也红润了 眼神也正常了 立马就哭了出来 他掐着文文的脸说 闺女你可好了 走 咱去吃饭 去吃饭 老钱看着这场景 鼻尖也是一酸 是啊 谁家的父母 不爱自己的儿女 都是心头肉啊 可是这事儿 现在还有很重要的一点 文文的魂儿 没进到他自己的身体内 就那么硬生生的 趴在后背上 而且只看到一个轮廓 根本看不见头部 这就证明文文的问题 还是没有解决 老钱连忙走出门 看着母女二人走到大街 他以为文文是想吃什么 便没有多想先行回屋了 此时的家主正在给老伙计递烟 他不禁感慨 都半辈子了 自己还真不知道 侄儿有这本事 老钱的长辈也附和的笑着 不过眼里满是疑惑 只有老伙计自己满脸喜悦 一脸荣光 不过文文的父亲 还是有点担心 生怕以后还会分命 老伙计靠着墙角 抽着烟满脸的深沉 略意思考后 他回应道 不会了 不会了 这就好了 其实这事儿还很简单 他也是用了点硬手段才解决的 这话让老钱心里有些尴尬 不管怎么说 老伙计确实给弄出效果来了 而文文一家人指名道姓请的自己 结果到头来自己却没有出手 有一说一 至少在这一点上 老钱自认不如老伙计 他没有这种硬着头皮上的勇气 说话间家主便要张罗晚饭 留大家一起吃点喝点 老钱其实不好意思留下 蜈蚣不受禄是第一 第二是 如果事情确实就这么简单的话 他觉得是自己认知还不够 没有心思做下心安理得的吃饭 老钱想要回去好好琢磨琢磨 这事儿啊是个什么性质 为什么跟他以前遇到的不一样呢 他本以为事情很复杂的 不过话说回来 亲眼看到自己的老伙计 做一场空中画幅的法 也算是学习了 没有白来一趟 正想着推脱的时候 文文母亲从大门急急忙忙的跑了进来 他帘子还没掀开就哭着说 快来人呐 闺女又成那样了 这咋回事啊 老钱的长辈一听 立马站起来朝着窗外看去 老钱悉尼则是猛然一紧 急忙走出了门 此时文文正被他的二哥扶着往院子里走 神色懵懂 眼神呆滞 而方才在他后背趴着的魂魄 现在没有了轮廓 显然已经不在了 文文母亲在背后叫了老钱一声 众人随之走进里屋 文文母亲擦了擦泪说 就在刚才 母女俩走到巷子口的时候 母亲以为文文要去小卖铺 谁知文文竟和母亲说 她想走 问她往哪走啊 文文却说自己也不知道 可她不想在这儿 母亲一听以为是女人身上 招惹的那东西要走 便连忙说 好好要走便走送你便是了 可话音刚落 文文就瘫软到母亲的身上 直到此时母亲才反应过来 原来是女儿的魂走了 说着说着 文文母亲早已哭成了累人 就像天要塌下来一般 老钱急忙劝道 大家别急 这不是招惹上鬼物了 不是招惹上邪碎了 此时的老伙计两手一拍 他是彻底没辙了 自己也就这点本事了 甚至看不出来文文的魂泼掉在了那儿 一旁的长辈也急了 对着老钱立声说道 你不弄好咱们都走不了 天也不早了 你准备拖到啥时候 到了现在这个结果 老钱算是把自己这个老伙计的本事 全瓦掘透了 他突然对老伙计的想象 也从八十分跌到了六十分 不过还是那句话 他很佩服老伙计的这种精神 不顾自己的面子 也要尽力帮助他人 这很值得敬佩 当然老钱也明白 不能再拖下去了 否则大家看他都不顺眼了 老钱当即掏出罗盘 找好宅内方位 让大家帮忙设好坛 并找来清水相逐 大刀至简 心诚则灵 有些繁琐的坛位所需要的东西 不容易凑齐 那样效果就会差一点 还不如直接简单些 不过说回来 这得看你供奉的什么神位 办什么样性质的事 琳琅阵响十方肃清 河海静默 山岳吞烟 万陵阵服 召集群仙 天无奋会 地无妖臣 明慧动轻 大量玄玄也 这是道家的澄清韵词 用于开经或者开谈前 清除诸遭阴气 凡臣所必须用到的经词 然后焚化一帖 敬天地书文 这跟澄清韵有异曲同工之妙 但是又相较于澄清韵词 有更好效果的法帖 随后老前掐绝念咒 敬请正神复位 因为旁边人多 他也没太好意思 搞得太突兀 便张嘴默念 相逐其然后 按说在这一瞬间 神念即到万灵阵服 老前认为 文文的魂魄 应该就在那个公园附近 但是不清楚 为什么招上来又不附体 一直这样神魂癫离 文文怕是没有几个月 恢复不过来的 老前看不出老伙计用的什么方法 是哪个流派 他只能用道家正统招魂法了 荡荡游魂 何处留存 三魂早降 七魄来临 河边野处 庙宇庄村 宫廷牢狱 坟墓山林 虚惊怪异 失落争魂 金请宅神 无金差如 卓翼搜寻 收魂附体 筑起精神 天门开 地门开 千里童子送魂来 积极如律令 法出周壁 老前有了结论 魂魄在他婆婆家周围 他想进婆婆家 但是进不去 没等主家发问 老前的长辈先疑惑进来 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文文的魂魄怎么就不敢回家呀 请真驾铃 掐绝赤笔 输一道招魂符和一道定魂符 招魂符需要戴在文文身上 期间需要老前念招魂咒 定魂符的作用是把招上来的魂魄强制性留在其身上 准备好符咒 老前换来了文文 他让文文手里攥着招魂符 一定不能松开 谁知文文的眼神飘忽不定 指了指在他旁边的二哥 见状老前便把请好的定魂符给了他二哥 准备好这些 老前又让主家将院门关上 任何人都不要出去 随后便开始念起招魂咒 不一会就看到文文的魂魄 揉搓着衣服飘了进来 他看也不看众人 直接走到自己肉身后 两手攀上背后搭肩就想往里挤 老前一把从他二哥手里拽过定魂符 用手背按在了文文身后 同时向长辈祝福 让他帮自己来按着不要松开 而且是用手背去顶 手心会伤害文文的魂魄 直接文文的身体突然打了一颤 他妈妈眼巴巴看着不断安慰着女儿 老前见时机一到 询问起文文到底遇到了什么事 让他不敢进到婆婆家中 不料文文张着嘴一直呵呵的说不出话 那感觉就像嗓子里都是谈壳不出来 文文父亲一个女儿这样 联盟宽心道是不是有人不让你说捂着你嘴啊 闺女咱不怕她你尽管说 然而老前却看出了端倪 这种情况好像是文文自己不愿意说 他现在的状态就像刚睡醒的迷糊劲 心理学上说他的潜意是告诉自己不能说这件事 文文听到这话眼睛瞬间眯成一条缝 眉毛也皱了起来眼泪扑苏苏的往下掉 突然文文迷迷糊糊的开口了 他说自己白天进去晚上就得出去 可他不知道怎么回事 就是晚上不能在婆婆家 但是又没地方让他进去 老前心里紧了一下 好像知道这是什么原因了 他出言让长辈松开手 又让主家将文文扶进了正房屋子里 老前在众人一脸诧异的神态中撤了谈 收拾好了东西 示意大家进到偏房中 老前解释道文文的魂魄白天在婆家 夜晚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得出去 这种情况只有一种可能 就是他的魂魄自己不愿意在那待 心理学上说这应该就是潜意是中 他自己清楚晚上不能在那家里待着 而为什么白天魂魄又要在那待着呢 这说明他还想在那待着 却又不得不离开 还有就是事发时 他第一时间就是打车来到娘家 是什么原因让他有这种情况的 这点老前看不出来 因为这是心理作用 但是可以百分之百确定的是 文文在婆家遭遇到了让他极度恐惧的事 导致他魂不守舍 就是把魂魄叫上身 他本人也不愿想起那件事 所以硬生生又把自己吓掉脑魂 或者说他放纵了自己的意识 结合科学说这应该就是精神分裂 这一番解释让文文的家人满脸茫然 觉得老前的话好像有些太现实化了 可现实就是这么回事 科学的尽头是神学 遇到这种事情还需要自己慢慢推出真实原因 老前继续问起文文的老公 他当天傍晚抱着孩子去公园溜达 回来就变成了这样吗 男人点了点头肯定的回答起来 当时他刚下班在家洗漱 孩子一直哭闹 他就让文文出门转转 时间应该在七点后快八点 等文文回来的时候天色都暗了下来 那个公园老前也知道 位置处于郊区是个偏僻地带 每到晚上也有大妈们跳广场舞 但这只是公园的一角 那公园的大部分地方还都是人际罕至 几年前还曾发生过一期命案 自此公园管理处便装上了摄像头 恰巧负责给公园安装摄像头的是老前的表弟 所以他对这些信息了如智障 当下老前提议文文家人去公园管理处调取监控 事情的源头很像是人为导致的 老前的话一出口 文文家人应该猜到了些什么 家中的几个男人立马K车就去了 文文家条件很好 他上面有三个哥哥 就这么一个妹妹 全家人对他都是娇生惯养 没受过什么实质性伤害 这事的真相还不好说 可如果不是人为因素 老前也就束手无策了 就在大家吃着晚饭的时候 文文老公的电话便打了回来 他的声音很大 老前距离电话有两米远 都感觉得到他的怒气 男人已经报警了 文文被一个猥琐的男人欺负了 文文父亲一听这话 立马站起身 饭桌都被他的膝盖顶翻了 当下老人也顾不得吃饭 立刻赶往派出所 老前等人也就先行离去 文文父亲也没心思迎合 只说一定会到老前家登门感谢 临走前老前还对文文母亲说 这种事情应该找心理医生 文文自己心里放下了 这情况自然也就好了 回去的路上长辈问老前 为什么魂魄白天在他婆家 夜晚又必须出来呢 因为白天外面阳气重 文文顾不得那么多 只能依赖在婆家 晚上阴气重 他便开始清醒 文文觉得自己脏了 不配再待在婆家 但他又没有什么地方能去的 事发后 他第一时间回到了娘家 因为文文明白 无论如何 娘家也不会嫌弃自己的孩子 后来文文的父母给老前打过电话 文文去找了几次心理医生后 已经好多了 这个故事让人想到了两种意思 第一就是社会肤浅 每个人在外记得守好自己的本心 第二就是不管什么时候 家都是一个最温暖的依靠 小伙伴们喜欢这个故事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和老二讨论哦